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鈴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方舟生存進化 我的後面是我上一次馴服的風神一龍 哇他現在好像升了三級了 那這三級啊我都給他加他的重量喔 那我也去採了一些金屬 呃喔我我下面已經在燒了 原來還有一些還在他身上我還沒有還沒有拿完喔 所以他的生命值什麼我都沒有加 我就是加了他的重量 他加他加一次真的可以加蠻多的 我覺得應該再升個兩級都給他加重量 那他可以應該可以到達將近一千吧 應該可以這樣子喔 石頭也拿了啊我操縱了那算了 來自方長等一下再來拿吧先下去了 那個金屬的話要先拿去燒一下才行 我總覺得我的熔爐只有一個好像不是很夠耶 丟 所以這邊燒完的話大概會有多少個啊 先看看他能完整的燒完是沒錯啦 我不知道說我這邊剩下來的夠不夠燒 可能會不夠燒 好不過沒關係啦不過燒的時候到時候再說吧 我這邊還燒了一些肉在這裡 那好吧我就拿這些應該夠用了 呃我身上剛剛還有些什麼東西 我身上還有東西嗎 我身上喔有水晶 哈哈 那水晶就往這邊先放一下吧 然後我在想啦 我上一次呢不是說想要去攻到那個 南方的那一個岩漿島嗎 雖然它上面看起來好像沒有岩漿啦 不過它是黑黑的一小坨 我想要攻到那邊去看一下 我之前呢是騎著擊背龍失敗了 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我就靠著這隻鯊魚 看看能不能夠殺的到那邊去了 喔你可以升級了是嗎 我覺得它的話可能加一下 生命值是需要加的 那加一次好少啊 感覺有加沒加好像差不了多少啊 然後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最好 最好是留在家裡 我如果不不幸死在外面的話呢 至少我還有這個東西可以證明我曾經幹掉過一個 靜音暴龍這樣子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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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很多東西 我覺得還是先留著好了 我我覺得 說真的啊資源收集起來也並不是那麼容易啊 那能夠留下來的東西就稍微留一下 OK 角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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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往這邊放了是嗎 不對角質應該往那邊放的 那這個可能是麻醉劍留著吧 我這一趟出去可能不會說 好難決定耶 可能也會需要攻擊人吧 那就這樣好了還是這樣 我還是帶一些 我還是帶一些可以攻擊的東西在身上 啊 對毛也要留著 那鎬子可能可以不需要 不過有可能要採集資源啊 那可能是斧頭也沒有多重 怎麼辦 我三心二意的 我還在思考說 我真的要 讓他 這騎著他然後游過去嗎 因為要游的話我等於說是要從 北邊這邊的海洋 游到南邊的海洋 好像是不是飛過去會比較好一點啊 算了算了算了 如果說啊在遊戲裡面對不對 如果說在遊戲裡面都不敢這樣子冒險的話 那我跟鹹魚又有什麼區別呢對不對 啊這個先拿下來好了 哇他身上還有一些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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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樣喔 他身上的東西我原來還沒有完全的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先把他往回放吧 是吧 就如同我所說的 在遊戲裡面都沒有這點冒險精神的話 那跟鹹魚又有什麼分別 好啦這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在看那牙齒這些東西可能是往這邊放吧 會比較好 對我的什麼戰利品啊 還有麻醉藥啊 感覺都是放這邊 暫時放這邊還會比較好 這個 安康魚有 對應該也是放這邊會好一點 那角 角質也先放著好了 雖然角質兩個 兩個角質 應該只要打一個三角龍就有了吧 好啦 我們可以出發了 弄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之後可以出發 先讓他升級一下好了 我覺得是先加一下他的血量 沒有錯 不過他血加一次也不到100喔 但是 好吧也可以啦 移動速度我覺得可能可以再快一點 話說這個手雷他在水裡面能不能用 我不知道在水裡面能不能用耶 希望他是可以了 為什麼要希望他可以用 好像也蠻怪的 我現在在上面先看一下地圖吧 喔 看地圖我得 我得這樣才能看 地圖呢 地圖給我打開 地圖的話 我看一下喔 我這邊 我這邊游進去沒有意義嗎 對 我一直往那邊游 然後再往下面游 喔 還是很危險耶 對 還是很危險喔 那一方面就 看看他 他的 能不能讓他稍微升一點等級吧 讓他稍微升一點級之後 看看狀況如何 應該還是很難打啦 是有槍擊魚 反正 我只要不要到深海去 應該不會有事 深海的話 有 那 深海 深海應該真的會比較危險喔 不去深海應該真的就比較沒事了 就先攻擊他 好像沒事耶 他居然不會攻擊我耶 對啊 我剛打他他不攻擊我耶 怎麼了 還是現在要來攻擊我的 但是還是被我給解決掉了 那後面的1.3x1是什麼意思 1.2 1.2 1.2乘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喔 0.6乘 這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 是我殺掉的等級太低 所以說 經驗值也就減少了嗎 還是怎麼樣 這0.8乘 這個等級16的只有0.8 這邊呢 等級74的 是不是可以高一點 但是我好像沒有辦法把他咬死了 一口 這邊77的 我槍擊魚 槍擊魚77的1.2 這邊的話呢 過來這邊 欸 欸等一下 我被攻擊之後會有 我現在停 我現在 我現在他已經累了耶 我的鯊魚已經累了耶 好像是 被箭齒鮭魚咬到是有特殊效果的耶 被箭齒鮭魚咬到會真的 好像蠻慘的耶 箭齒鮭魚咬到我 好像那一瞬間 鯊魚會受傷很多耶 看來好像最好沒事不要亂打會比較好 那血量可能暫時還夠吧 就可能加一下傷害吧 移動速度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指望了吧 加不了多少的 近戰傷害 近戰傷害應該也沒什麼好指望的 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想箭齒鮭魚還是少打 但是食人魚應該就沒事了 食人魚 食人魚 哇食人魚好強喔 感覺 我是不是沒有打到他 我在這邊可以打到他 OK 終於是把他打死了 食人魚應該還是勉強可以打一下的 很好 就是劍齒鮭魚有一個 奇怪的特性在 我還得再去研究一下 剛剛才注意到說 他被 鯊魚被打的時候 會有一個 奇怪的 像那個 骨折的圖示一樣的東西出現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特殊效果 好 鯊魚的體力看來消耗的蠻快的 真的 就感覺上 應該還是魚龍會游的最快 可是魚龍的話 我又不能說 讓他一直引到潛灘 他好像只要到了潛灘 就會設法再游回去這樣子 好 前面有一個物資箱了 可以準備去看一下那個物資箱 然後就是 我自己本身現在升級真的很慢很慢很慢 慢到一個不可思議的 進界了 真的是不可思議了 噢這個可能要先解決掉了 不然他到時候一定會 我如果下來要開物資箱 他一定會來找我麻煩 被這傢伙咬到 應該也不是鬧著玩的 我要咬他 但是 我一直想要繞到一個好位置喔 真的耶 他怎麼這麼強的 來著 他怎麼這麼強的 來著 我 我鯊魚又沒辦法後退喔 好討厭喔 沒辦法後退的鯊魚 真討厭 為什麼鯊魚不能後退啊 開物資箱囉 應該沒有人吧 來物資箱 呃 中型耕地 我是想要說 自己要學啦 這可能自己學會比較好一點喔 到時候還要用 學那個大型耕地嘛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到底到了哪裡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看前面已經好像有不少鯊魚存在了 所以 我 我這隻可能會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但是如果 好像有危險 我只要往潛灘這邊游 他 不知道會不會就游遠了這樣子喔 希望是會 好吧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 先來跟他對決一下 因為他已經要來了 那個可能要來了 先來這邊跟他對決一下 來吧 等級才8 你要跟我對決什麼 來啊 另外一隻 你是想要在這邊撐到另外一隻來是不是 另外一隻等級有多少呢 我主要呢 在這邊打一打 就是我這隻鯊魚啊 可以升級也 也好了 一個27等的在這裡喔 來吧 攻擊吧 我打他好像血 真的 他有1560點的血喔 我等級好像比他高很多耶 但是我的血卻沒有比他高多少耶 真的耶 是這樣子耶 他的血好多喔 他有1560耶 我才高他沒多少 怪不得我會覺得我這隻好像蠻弱的 因為我這隻的血太少啦 原來如此 終於了解了 終於了解了 那就是說 我這隻鯊魚的話 血還要再多一點才行啊 他的血要多的話 可是加一次又加不了多少 還是得加啊 不然 不然他血這麼少真的不行 加吧 加吧 可能盡量接下來他升級都盡量加這個好了 如果能夠加到5000是最好 可是要加到5000代表我可能要讓他升 30級左右 我要讓他升30級 我我覺得是天方夜譚啦 不用想了 怎麼可能 憑 憑他 蛤 要升那麼多等 應該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要升30等的話 因為 他升級到後面越升是越困難了 好吧 就是 進人士 聽天命了對不對 他如果能夠 真的能夠升到那麼高也好 這個 這個都敢來欺負我有沒有 而且我被他打應該也真的是很慘 我不要說再像上次一樣又遇到一大堆了 來了一大堆了 來了一大堆了 要來一大堆了 對 來了一大堆了 有等級24的 哦 他們的攻擊力好高哦 我的攻擊速度好慢哦 應該可以贏吧 但是還有 我把這兩個搖死就好了 這兩個搖死了 快跑了 快跑了 不行了 天啊 他們好強哦 那個傢伙好強哦 但是我至少是又升級了啦 我天啊 還有 呵呵呵 那個是 呃 念作福分是不是 好像是念作福分 真的好強哦 然後就卡了 遊戲就卡了 哦 幸虧是逃 逃出來了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偽隨我 但是我到潛灘 他沒事應該不會過來吧 還是我在潛灘會被他卡死這樣子 被他卡死也很危險 先冒出來一下 然後繼續幫他加一下他的生命值吧 就是就是決定了 就是這個樣子 拼了老命的就是要幫他加生命值哦 現在就可能 我先強制的他吃一些東西哦 我想照這樣的速度 這一集要到那一個岩漿島 應該還是沒有問題 希望可以啦 上一次也是這樣講 結果就死在半路上了 欸 好像就是死在差不多剛剛的位置了 是不是 都有點不太確定了 反正我先 先讓他補 他真的跟過來啦 他真的跟過來啦 他真的跟過來 我可能真的打不過哦 因為血太少了 我看他的攻擊率超高耶 拜託你拜託你回家去吧 回家去吧 不要來打我 我真的跟他打下去 應該真的會蠻慘的 槍擊率在這裡 我是不知道啦 他竟然又來打我了 我還是隨時注意一下 哦他果然又來了 他又來了 我看能不能打贏他好了啦 希望可以哦 我陪他咬一下好多血哦 陪他咬一下超多血的啦 哇這個好強哦 等級68 是說我把他打死之後才發現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他馴服起來的才對 因為我記得可以做他的鞍嘛 代表他應該是可以馴服 而且是可以騎的 那他既然這麼強的話 搞不好用他在海裡面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的我看生魚肉也差不多要被我吃完了 血也已經回的差不多 還還還算OK吧 應該是還算OK吧 出發了出發了 不趕快出發的話 時間會拖太久 呃所以說深海的話呢 有什麼鄧飼餘這種恐怖的傢伙在 但是在 在 呃 在海海海面這邊啦 又還有符糞那麼恐怖的傢伙在 哦那個符糞 哦等級68的 真的攻擊力超高耶 被他打到一下不是鬧著玩的 哦前面又有啦 那邊還有鯊魚 這邊還有符糞 那個是一間糞對吧 有點像蝙蝠的傢伙 這邊有耶 他是死掉的嗎 欸是不是上一次被我弄死的啊 我剛好插魚肉就給我吧 可能是上一次被我弄死的是不是 上一次我的 我可憐的 我可憐的疾背龍 但他現在應該是已經屍骨無存了 哦又是劍齒鮭魚了 趕快跑了 不需要跟劍齒鮭魚在這邊 糾纏哦 但是劍齒鮭魚的數量真的好多啊 槍疾魚啊 劍齒 又是他又是他又是他 快跑快跑快跑 因為我現在沒什麼體力哦 我可能先游遠一點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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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到處都是啊 怎麼到處都是啊 拜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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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我卡住 不要把我卡住 我還得 我還得回復一點體力呢 但是我知道他們一定在我屁股後面尾隨著我 反正我先回復一點 我被卡住了 魚龍 有了有了有個等級77的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趕快游走 等級77的 哦太危險了啦 哇這邊怎麼會有等級70多的鋸齒鯊啊 我 哇等級70是鋸齒鯊 快游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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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鯊魚哦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現在 我現在認為 我可能 又要又要又要 葬身在這裡啦 因為 怎麼眼前出現了這麼多 這麼這麼多難搞的家伙啊 好像還有很多山葉蟲在下面誒 我得趕快游啊 也沒多少體力了 哇 這個海現在變得如此的驚險了是嗎 好啦 體力終於就補滿一些了 趕快游走了 能夠逃脫牠們就趕快逃離牠們了 能逃多遠就趕快逃多遠了 跑啊 鯊魚又從左邊要來啦 喔 這邊好多魚喔 天啊 要是真的在以前的版本的話 不可能會有這麼 這麼豐富的景象啊 以前的版本不會有的啦 以前版本不會有這麼豐富的景象啊 還有這麼多鯊魚的 誰跟你這樣子 而且就算有這麼多鯊魚的話 我的鯊魚好像其實 通常也可以 一個打十個 一個打二十個應該都沒問題 現在是完全不行了 哈哈哈哈 現在碰上這麼多鯊魚 我也只有 我也只有逃跑的份了 只能逃跑了 然後 我已經不知道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了 我又沒辦法 我沒辦法停下來看地圖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還要再繼續往 這個方向走的吧 我完全是靠感覺喔 然後希望我到了潛灘這邊來呢 希望他們可以 希望他們可以遠離我 但是我看他們只是一直在不斷靠近喔 但是不管怎麼 我還是看一下地圖 我知道這個 這個 喔 這上面來啦 那就是 可能是沿著這個旁邊一直往前面游吧 那 那也許繼續往前游就可以看到那個火山倒了 但是 眼前好亮 我先躲下來一下 這邊倒是蠻平坦的嘛 而且不深喔 平坦又不深 但是鯊魚倒是一直會過來 哈哈哈哈 好危險喔 我這個就算升一級 喔 怎麼辦 太危險了 但我總覺得我還是可以擺脫得掉他們的 呃 重點是為什麼 為什麼野生的他們全都是一伙的啊 為什麼野生的自己都是一伙的 他們自己不會打起來 偏偏就是要來打我呢 為什麼 被馴服的就是等於是背叛了他們 就沒有辦法說再加入他們的群體了對不對 他們一定是這樣想的 天啊 好小氣的傢伙 我們就不能一起當朋友嗎 就不能當朋友嗎 好像沒有在追了 太好了 不然他也快要沒有體力了 喔 恢復了耶 喔 好亮喔 等一下 我得待在這個地方了 上面好像天氣超熱了 但我不怕 啊 我竟然是繞到這旁邊來啦 那我得繼續往前面游啦 那月牙灣這邊我想要的是 上來這個月牙灣這邊看一下喔 喔 我有點熱了 中秋還是有點熱 所以月牙灣是這裡是不是 之前是聽說 大家跟我說月牙灣這邊呢 如果要在這邊停下來的話 眼前 眼前有必須要排除掉的障礙 就是先有這兩隻鯊魚了 後有追兵嗎 好像沒有 目前看來好像沒有 但好像有耶 這兩隻等級多高的 先來看 49跟8 呃 8的可以解決掉 49的就不一定了 但也只能夠試著打打看的 可能可以 喔 那我血掉的好快喔 那個等級49的攻擊力超高耶 喔 還有另外一個38的也來啦 又升級了 另外等級2的還有等級38的 應該還是可以獲勝的 我一次應該可以連打三隻吧 把49的咬死 咬死49的啊 還有等級2的 等級2的也可以死了 還有38的應該可以死了 屁股後面不要再來就行了 我要探索這裡真的必須要先把這邊解決掉了 我快死了 哈哈 順便收一點生魚肉 我快死了 我快死了 幸虧是沒有追兵了 這個也死了 太好了 啊 感覺還是要加他的攻擊力才行 可是攻擊力 他攻擊力加也沒 也沒 也沒有多少起射啊 他不但加血沒有起射 加攻擊力也沒有起射 好了 月牙灣這一邊 月牙灣這邊 大家是有跟我說啦 山坡上有很多是不是 喔 那山坡上看起來是蠻多 金屬可以採的沒錯了 但是我還得飛上去啊 是啊 我得飛上去啊 我又沒辦法說走上去這樣子 哈哈 好啦 不管這個月牙灣的 我要往前面繼續游 這邊有魚龍耶 我看一下這個魚龍 等級68了 好想馴服喔 好想馴服喔 啊 我看看 我看看能不能把他們都帶到潛灘這邊 因為 剛剛看好像蠻多會到潛灘來的家伙們的 我看能不能把他們帶到潛灘來 我先稍微浮上來一下 會嗎 會來嗎 不會 不會 他們不會到潛灘 倒是來了一個等級77的 不該來的家伙 好像是尾隨我 好吧 趕快走了 趕快走了 屁股那邊有一大堆的魚龍 喔 這邊全是魚龍啊 什麼都在這邊啊 屁股一堆的魚龍 會影響到我游的那個方向 現在超熱耶 外面 超級熱 好了 看來就是要直接往右邊走了 所以 難道就是這一個嗎 這個很高聳的這個東西嗎 這個很高聳的這個難道就是我要找的那個岩漿島的嗎 先游進他看看好了 我得游過來看一下 哇 那這個島又怎麼上去啊 這個島如果要上去的話 看來還真的只能用飛的 嘞 哈哈 那意思就是 我騎鯊魚來 然後 最後還可以再繞一圈回去 等於說我可以還 還這一張地圖的海 還一圈這樣子 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夠存活的下去 這樣子 只能先加這個 70嗎 655 所以這其實只加了大概有80 80多左右而已 其實也不到100只加了80多 升一級只加80多耶好少 啊 是不是這邊了呢 是不是就是這邊了呢 我是說我想要找到這下面好像會有一個洞穴在這個下面 啊果然就是這裡了 這就是這個黑黑的看起來應該是 蝙蝠耶 這裡有蝙蝠耶 那明顯的就是這邊確實是會有一個洞穴在這裡面的嗎 不對啊 他好像是說那一個洞穴 對他是不會生怪的才對 那我還是可能就要往深海那邊潛下去啦 對 喔這邊的話上面是什麼 上面好像有岩漿耶 欸這上面有岩漿耶 呵呵呵 這上面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可以看一下這上面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但是我應該是 oh my god 好特殊的地形喔 太特殊了吧 這地形真的太特殊了 等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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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上去 我人上去會不會有危險啊 一定有危險的啊 我的鯊魚大概這邊都有危險了好不好 但是我好想要進去看一下喔 有沒有 有沒有一種 完全要把人給吸進去的感覺啊 這裡又更像是那個 末日火山那種感覺啦 但是我過不去了 這邊能不能爬得上去 因為不能這邊只會滑下來而已 喔喔喔喔 他被打了他被打了他被打了 他如果跑掉的話 如果我追不上他我就完蛋了 讓我上去 請給我上去請給我上去 上來沒點到 我要上去我要上去 上去上去沒點到 讓我上去啊喂 讓我上去 遠距90多的 哇被打得這麼慘啊 我上來了快跑快跑快跑 被打得這麼慘只能先跑啊 哈哈哈哈 我又是 我又是沒上來的話 大概 大概我就要完全 在這裡跟大家說goodbye了 好啦我趕快 趕快看看說 能不能夠往下面鑽了 看看能不能夠找得到那個洞的存在 因為 哇這邊看起來真的 這這啊 這是一個人臉吧這個 這應該是要飛過來 然後看 他應該是一個人臉 但是我想要先往下面鑽看看 因為這下面好像是有一個洞穴的 我看到沒有 這下面有個地底遺跡在這下面 這邊有一個 我過不去 鯊魚過不去 這個地方鯊魚過不去耶 但是應該是我 我是不是人可以進去啊 就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半圓球 大家看到沒有 這邊有個半圓球在這裡 但是鯊魚過不去 上面的又下來找我麻煩了 完蛋了 完蛋了 也就是說 那個半圓球應該是我 可以很平安的進去了才對 只是說 我的鯊魚會在這邊 啊 那那應該是這樣子 我應該還是得先回家一趟 然後 我應該騎鳥 然後讓鳥停在這個島上 這島好像沒有其他的生物存在 應該是讓鳥停在島上 然後 我人呢 直接就往海裡面跳 然後看能不能進到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半球體裡面去喔 這樣子 這樣應該才是我們的計畫 那我現在要不要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他剛剛怎麼搞的 他剛剛沒有辦法往前面鑽耶 欸 他們已經不見了 有啦有啦 有要過來了啦 怎麼可能不見 他們 他們怎麼可能 他們怎麼可能會 停止要來打我的意思呢 先跟他拼了吧 等級8的在下面了 要來了 等級46的 等級27的一起來了 我的血快速的下降當中了 我能不能獲勝啊 我應該很難獲勝了啦 很難獲勝了 好不容易把他們的血打掉這麼多了 可以先打死一隻了 等級8的先死一隻了 但是我這個 另外這一隻應該打不贏 但是我可以先把這一隻打死 另外等級27的應該快要掛了 欸搞不好可以獲勝 這邊也許可以獲勝 但是那個扁平 扁平撞的家伙來了 完蛋了 眼前這個至少先解決掉 扁平撞的來了 跑 我被卡住了 快走快走快走 應該那個家伙就打不贏了 我只要先打能夠打得贏的就行了 然後只能先逃跑了 好吧 那我看看 這一集的話呢 可能還是可以獲勝吧 然後 應該還是可以那個存活下去了才對 我要游到這上面去 哦 往那邊去就是那個冰的地方了嗎 哦 然後我只要在 再往上面 游的話 往右邊 到冰那邊右轉過去 我 總是可以回到家的啦 哦天啊 後面全是鯊魚在跟著我 那我想這一集的話呢 就先在這裡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的話我們繼續游回家去 那我們下一集再會了 大家拜拜